两人协力把水中的大石头滚动排列之后 依须把每袋25公斤以上的沙包堆叠放置 形成一个小型的水道 族人正在附阵一项消失30年的传统语法装置 运用天然地形搭配吸水流量 让回游的日本秃头沙进入捕捞陷阱 由于把捕捞湾过去是由各家族自行设置的捕捞陷阱 不会动用到年龄阶层搭建 每年都会在冬季的尾声开始制作 而在陈丰逊期时就会自然销毁 因此不容易传授学习 那时候已经十几二十几岁了 就带我们去看 就说这次我们是抓捕捉 昨天晚上你们吃的就这个 这是抓捕捉小鱼用的 他也没有讲说这是这个 这个是捕捉的捕捉 他不讲 他只告诉你说这是抓这些小鱼的 族人提到把捕捉湾过去 仅剩三位骑老熟悉制作方法 首先在最后一位骑老马药增光亮传统领袖 往生前曾经把相关知识传递下去 才没有就此中断 而这座这样的装置 除了需要跟鱼斗志之外 在地点工法以及实际的口量 都缺一不可 水流的痕迹是在对面 我们选择靠这边 而且这个落差过 你才可以设那个宝布拉湾 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 这边的岸边来设宝布拉湾 所以我们现在以最少的水量 来设它的蓝沙坝 所幸在我爸爸还在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都出社会 然后就交给我的表弟 那我爸爸特别交代我表弟说 你学会之后呢 一定要交给我的儿子 很高兴啦 因为还有人还会做 还有我们这些人还可以做 那就怕说到了我们这一代之后 是不是后面还有人会接续这样的做法 日本秃头沙是河海 回游生物 因此从秀古兰西出海口到上游都有不同的语法 而这也需要族人对于 溪流地形以及屋总习性有一定的程度了解才会发展出来 这次一起参与记录的海生馆环境教育教师指出 因为海生馆在2023年田野调查中 透过一张照片展开附胜计划 后续也开始跟部落族人一起重新操作 同时拍摄记录影片 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成果形成环境教育的课程 而族人在过程中坚持的毅力也是能够完成的重要关键 这个语法是非常特别的 它就主在秦鲁渡过拥有 然后他们其实是展现了族人对于地理环境 还有这些物种的一个观察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他们非常特有的一个生态的知识 我们这位传统生态知识 它里面是含有科学的意涵在里面 甚至也有科学的实证 巴布拉万过去属于各家族自行制作的传统鱼法装置 蕴含部落运作以及捕捞鱼场的智慧 透过附赠之后要如何避免失传 也是需要族人一起面对的课题